這場無法保 選起全奧保 這人要走公民路 不能選起用奧保 這人要走公民路 不能選起用奧保 這人要走公民路 不能選起用奧保 提出一些福國立民的政策 從選舉到現在 全部都是抹黑 抹紅 還有一些運用網軍1450 在攻擊他們的對手 讓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民主國家 該有的選舉方式嗎 所以我們今天以一個非常痛心 以及嚴厲譴責執政黨的心情 來召開這個記者會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跟韓國瑜所講的 我們希望這次的選舉是比政見 比政策 比為民眾服務 能夠希望給國家 給社會 未來四年帶來怎麼樣的一個理想 跟一個美好的未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還給台灣選舉一個乾淨的空間 每一次在總統 立法委員的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就把中國的議題拿出來抹紅國民黨 2008年的時候 謝長平駐日代表他說 兩岸如果刪通 我們雙方就找不到工 雙方就找不到工 我們的孩子都要去黑龍工 12年過去的2020年 現在還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們知道每一次的伎倆都是一樣的 選舉到了 就把國民黨打作功 如果選給國民黨 未來 我們就要給中國統一了 其實大家都了解 這次的選舉不是說 要選到台灣統領 還是選到台灣統領 因為有七星的人民 有台灣的人民 都是支持台灣 要維持現狀 我們要在台灣裡面 要拚經濟 要過好事 每次都用這種滑紅的手段 來給大家黑白騙 我相信 現在的時段 也讓他騙不起來 所以他現在就在騙我們年輕的朋友 告訴他們說 好像今日香港就會明日的台灣 其實 台灣不是香港 不管是被迫害 被破壞 被拿走或側下 或是丟在路邊 其實滿多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我想 我們都 非常的 放心 有人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細處來影響選舉 所以 有一些我們也都已經有在警方備案 也進行在偵查當中 那我想 民主和乾淨的選舉 是我們台灣人的共識 所以 我們也呼籲 其實有很多的聲音 乖乖乖 會聲 會影 陸陸續續 我們在地方跑的時候 都有聽到 我們也要呼籲所有的 我們的選民 一定要睜大眼睛 如果有會選相關的市政 一定要勇於檢舉 這關獎金有1500萬 那我想 我們相關的檢價單位 也都非常的努力 那也會積極地 一起來做一個測察 瞭解 這場無法保 選去全奧保 這場無法保 選去全奧保 這場無法保 選去全奧保 這人要驚公民路 不能選去全奧保